关系的是苹果日报的消息 违剑加盖盖了五楼 越被要拆 后来这个屋主竟然愚昧到跳楼身亡 西北市府这个月初 公布了违剑五大扣 而且要开始拆除 其中就有个屋主 因为他把二楼增陷到七楼出租 被列为五大扣之一 他疑似因为违剑要被拆了 最近开始变得沉默寡言 还借助交仇 前天今晨从四楼一跃而下 伤重不治 而他老婆就气宿 政府能要把他们全家逼死吗 新北市府也说 等待家属办理完后事之后 再来决定 而新北违剑五大扣里面 新店的北一路 增建六层楼的违剑 预计这个礼拜就会拆除完毕了 而新装浮一路屋主 已经自行拆除 另外拆除大队 还将在三月复查 那淡水跟三重的这两处违剑 在下个月也会进行拆除